美智库民调 台湾人明显感受到了两岸关系的变化 10月以来超过150架次解放军战机 进入台西南防空识别区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13日公布的民意调查发现 台湾人对潜在冲突的担忧比一般认为的还要强烈 民调显示 有57.6%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担心台海会爆发战争 且这种恐惧已跨越台湾政党派别 无论民进党还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都对战争的可能性感到担忧 但国民党支持者比民进党支持者更担心会打仗 调查报告同时表示 虽然当解放军军机通过台湾防空识别区时 岛内社会通常不会有很大反应 但民众确实注意到这些信息 他们似乎也比许多美国决策者更清楚 来自中国的军事压力持续增加